何志偉在那個晚會上痛批陳思雲 這話是你事情也不知道 我昨天到何志偉的競選總部的時候 他已經在台上講話了 所以我是在台上聽到他說的每一句話 聽到的時候感覺 我是認為了 輔選團隊也好 或是我們在中央黨部就整個選務的調度 整個角度跟候選人自己的態度 感受是不一樣的 昨天感覺的他是隱忍多時 把一些內心的話講出來 然後我也希望說何志偉 何委員 未來應該把他的工作重點放在國會裡面的工作 就像我昨天希望他做好自己 做好姚文志 也做好王毅川三份工作一樣 這才是好的 那麼至於選舉當中產生的這些火花跟一些糾紛 能化解最好化解掉 同時我也希望對方也能夠用這樣的心情 來共同的祝福何立委 主席剛剛那個柯文哲說何志偉選前一套選後一套 柯文哲說的 我不曉得他用什麼標準 但是我覺得何志偉在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那種不騷擾不抹黑不出惡言的方式 應該得到大家的肯定 雖然他昨天台上有這樣的一個表現 不過我認為大家比較大度的來看 看他以後的表現 那至於柯市長所說的我就不知道他用什麼標準 也許他觀察的另一個角度 但他同時他自己也必須用同樣的這種標準 接受大家對他的觀察 陳思雨敗選被認為是柯文哲的挫敗 那在這個政黨組織動員上面 剛剛主席的意思好像是說跟柯文哲 有了一些斡旋的空間是不是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接觸 我剛剛在訪談的過程裡面 我是說一個政黨要走到像民主進步黨 像三十幾年 才能夠有這麼比較基本的一個基層組織 是不簡單的 那任何一個想阻擋的 我們看到後來的很多政黨 也許在阻擋的那個時候聲勢很大 但是一段的時間內 就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那柯市長一個人 創造了所謂的白色的力量 那道理在基層上有多大的一個反應 除了網路回應之外 基層上的反應有多大 是不是他自己應該再評估看看 他要不要阻擋 誰要阻擋都是個人的權利 那民進黨只要站我們自己的腳步 跟我們的速度 我們的方向 我覺得這就足夠繼續的守護台灣了 所以2020也不排除跟柯文哲合作嗎 就民進黨成為一個執政黨之後 我們在維繫本土政權的 總統這一局 我覺得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 但是就立委的選舉 我們有很多選舉 成績不同的各種的選區 我們也可以做比較多的考量跟協調 但是總統這一局 我覺得民主主進步黨 還是要圍棄住 這個本土政權 執政黨的這個角色 我們繼續努力 那至於其他的 我現在不做任何的適項 謝謝